女排端午节训练遭曝光,刘晓彤嗓子发言,郎品朋友带来粽子未劳 假,女排现在啥情况了? 小伙,德国战霸,立即回到了国内,并且展开了紧张的训练,恰巧的是正好赶上了端午节 假,端午节好像从16号开始放假吧? 小伙,是的,但是今年的端午节对于女排姑娘来说并不好过,原因你懂得 假,女排不放假是郎品的意思 小伙,这也不能全怪郎品一个人,不仅今年是这样,往年也是这样,况且还有总决赛没有打,况且女排成绩不理想,我就问一句,郎品假如说放假回家休息,女排姑娘敢休息不? 假,不敢 小伙,那就对了,依然是这个熟悉的环境,依然是大部队训练,我仔细数了数大概有21个人参加训练 小伙,今天的训练和平时并没有两样,如果说有不同点,便是女排联赛带来的心理的不同,或者说是压力的不同 假,端午节郎品没有表示表示,小伙,表示啥?送粽子吃不就行了 假,谁送的?小伙,郎品的朋友,也是端午节唯一的福利 假,看你标题说到了杨方旭,杨方旭咋了? 小伙,嗓子有点发言,请了一天假,赶紧归队训练,不敢有半点疏忽,刘晓彤也感冒了,不过这都不要紧,毕竟是感冒,修理两天就好,但是在训练队伍中并没有看到龚翔宇的身影 假,如今中国女排打成这个成绩,郎品啥态度? 小伙,依然是和哀可亲,没有给任何队员脸看,训练场的气氛还是蛮融洽的 假,都训练的啥? 小伙,一船,二船,还有防守,这是技术训练,之后会进行身体肌肉训练,然后会进行录像的回放 假,有时候想想,运动员也真不容易,辛苦而且马不停蹄 小伙,这是国家富与郎品,朱婷以及女排姑娘的任务,同时也是使命,我们不能因为短暂的滴落就放弃冠军的梦想,场上的每一个球都来之不易,排上十分钟,排下十年功,好好珍惜每一场球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